今時今日每個人手上都會拿著一部智能手機 裡面的遊戲APP可以說是玩到整行整齒 但是培養了一群低頭軸在這裡 自己有自己玩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我來到這間Bord Game Cafe 就請來了老闆Edward介紹一些遊戲給我玩 而且還可以跟人與人之間增加一些交流 HelloEdward 你好 今天有甚麼遊戲介紹給我玩呢 這個就厲害了 我們現在在鎮裡發現了一群喪屍 但是政府要四小時後才來救我們 在過程中,我們每人都要取一支疫苗 才可以自救 聽你這麼說,四小時的時間內 又要取疫苗 我們看到這個場景好像還有一些… 這一群應該是喪屍 對,沒錯 這些很明顯是我們玩的角色版面 而且有這麼多不同的地方都好像很有電影感 沒錯,因為每個小時都會有一群喪屍湧進來 不同的地方去追殺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只會選一支部分的喪屍 沒錯 轉個頭一會好像看電影一樣 就會有一些其他喪屍從不同的地方涌過來吃 對… 吃我們的人類 對,沒錯 而且好像說這個遊戲,例如當我們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如果那些喪屍要去咬人類 好像要大家互相投票 對,會投票的 如果這個喪屍的人數… 喪屍多一個人就要投票 因為他會咬其中一個 如果一群朋友一起玩 同時有幾個自己的朋友在裡面的時候 那就要互相… 即是要推對方 對… 要去死吧 對… 挺刺激、挺有趣的 不過我知道除了這些遊戲之外 好像還有一些更加刺激的 沒錯,我們在那邊等你 好 好,這次我教你一個較深的遊戲 叫做Cash and Gun 好,你看到我們每人都有支槍 好,其實我們剛剛做完世界 現在一筆裝款就放在我們面前 好,我們怎樣可以拿到這些錢呢 就是我們先選一張卡放在桌面 好… 接著會數三聲 我們選一個人子 我們還會開槍射他 好,預備 3、2、1 好,你現在有機會投降 投降就不會受傷 你現在選擇投降還是不投降 我數三聲 1、2、3 投降 好,我們現在打開卡 好 幸好你投降 否則你就會受傷 但投降有代價嗎 投降代價就是… 首先分不到錢 2、2就是會拿一個這樣的牌 就代表遊戲完結 你會扣五千元 好,部署 好 四位要決定指去哪個 第一輪就已經出現了好混亂的場面了 他多錢 他多錢 對嗎 我們剛才是硬色的 太遲了 太遲了 好 好,預備 好,有沒有投降 1、2、3 我不投降 最後原來是有兩槍實彈的 Hailey慘中兩槍 還有一槍,她就要Game Over了 那我們收好分錢 好,太遲了 太遲了 好,我有兩萬 兩萬、兩萬 五千一較 早知道我投降 一萬 好 我好像不會那麼容易死 我們不如… 去到第二個回合 大家都開始 疑疑暗暗 好像有點陰謀 好吧 好 1、2、3 好 好,投不投降 投降 投降 好 算你聖母 你幸運 你幸運 我沒有多分錢 而Hailey這個時候 終於察覺到身邊的三位所謂朋友 原來都是會出賣自己的 我現在看清楚你 真的嗎 即是有預謀 轉入殺害 現在有分錢 有分錢 大家看一看手上的裝款 突然發現這位大摩哥哥 為何有這麼多錢 嘩,對呀 準備 聖不聖 對 1、2、3 好 好 好的 好,我們分錢了 看看我的成果 好,我們數一下多少錢 一萬 四萬 五萬 六萬 七萬 八萬 九萬 十萬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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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玩Bot Game 真的是一個流露真性情的好機會 你以為他是你的盟友 轉頭他就已經用一支槍指著你 如果你自問和朋友 都是非常真心的朋友 不妨上來這裡挑戰一下 可能會看到誰才是你的真朋友 然後我們跟 我們跟 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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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